上一话我们说到 赛克斯在跟大蛇合体的时候 获得了神不语的力量 这个力量让龙卷有些吃惊 一击地动山摇 河海翻腾 但是就算是这样的赛大蛇 在龙卷的面前依旧没能获胜 龙卷进入赛大蛇的内部 直接把赛大蛇扭成了麻花 我是鱼翼 一拳超人的剧情 我们继续说 随着龙卷发动了超能力 赛大蛇的肉体 肉眼可见的速度 直接被拧成了麻花状 前来救援的A级英雄 看到了这一幕 震惊了 如此阿诺多姿的赛大蛇 如今就变成了这个模样了吗 赛克斯跟大蛇的融合体 在跟龙卷交战的时候 外围一直存在着强力的防护罩 但是有一个地方是无法遮挡的 就是吸收能源的根部 龙卷进入怪人协会内部 找到了赛大蛇的根部 龙卷伪装成被吸收的能源 从根部逆流而上 入侵了赛克斯的体内 这才出现了龙卷在赛大蛇口中的这一幕 直接从内部破坏了赛大蛇 赛大蛇被重创 现在的龙卷终于可以一口气 把那些S级英雄从怪人协会拉出来 之前一直在用赛克斯无法探测的细小的念波 一点点的拉英雄们出来 因为担心整个根部也被屏障包裹住了 全员救出来以后 就把基地整个切除吧 正当龙卷把S级英雄 从怪人协会移动出来的时候 原子武士跟性感囚犯已经出来了 但是突然 一根尖尖的长矛 直接穿透了龙卷的左手 瞬间鲜血四剑 很显然赛大蛇并没有死 巨大的怪物身体拿着长矛 直接搓中了龙卷 愤怒的龙卷随即施展超能力 打算干掉赛大蛇 但是晚了一步 赛大蛇手中的另一根长矛 再一次搓中了龙卷的右手 瞬间两根长矛发出电流 电流的中心正是龙卷 这一次的攻击 把一只游刃有余的龙卷打了个重创 这一次的重创 使得S级的那些屏障已经无法维持 原子武士性感囚犯的屏障消失 直接摔在了地面上 在赛大蛇包裹的中心 正是赛克斯 可恶 竟然耍小花招 你太天真了吧 看到我大量喷血就大意了 很快 我也会把你的妹妹送过去的 好好品尝我的怒火吧 此时的龙卷被两个长矛 搓中手心 动弹不得 赛大蛇的一发激光炮攻击 正对着龙卷发射 瞬间 从地面上冲上了一柱光波 直接打飞了瞄准龙卷的攻击 使得赛大蛇的攻击 改变了方向 冲上云霄 直接在上空爆炸 龙卷也因为攻击的余波 挣脱了长矛的束缚 可恶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赛大蛇定睛一看 在空中飞行的光波 正是杰诺斯 听从曲语老师 继续强化力量的杰诺斯 如今的攻击力 已经非常的可怕 虽然牺牲了点平衡性 杰诺斯玛丽全开 飞向龙卷 地面上的人 往天空看过去的时候 就像是一条青龙 破地而出 仿佛化身青龙的魔鬼改造人 来到了赛大蛇的面前 魔鬼般的双手的中心 一发强大最高输出功率的光波 穿天 雷光炮 只见杰诺斯的双手张开 仿佛化作巨大的龙嘴 在龙嘴中吐出威力巨大的雷光炮 对着赛大蛇攻击 赛大蛇也用光波回击 瞬间光芒四射 杰诺斯面色凝重 雷光炮被弹开 可恶 竟然被压回来了 从怪人鞋回的内部 又出现了几个蛇头 巨大的蛇头 发动蛇之吐息 杰诺斯勉强抵挡着光波 看着杰诺斯跟赛大蛇的战斗 喂 魔鬼改造人 这是King教给我的对手 你别给我添乱 你想再被我按在墙上吗 King King只是让你在 其余老师来之前顶替一下而已 帮助老师 本来就是弟子的工作 我来解决这些麻烦的光线 你赶快去把这个怪物解决掉吧 龙卷 这个力量实在是太惊人了 光是让轨道偏离 我已经用尽了我的权力 能够一击粉碎巨大隐食的最终兵器 竟然在到场五分钟就已经使用了出来 杰诺斯的最后手段 火力全开模式 虽然破坏力非常的大 但是也仅仅只能支撑十秒钟 真的来得及吗 龙卷开始着手把S级英雄救出来 有着屏障的吹雪显得异常的恐惧 不要 我不想现在就到地面上去 不光是姐姐 拥有这种异常力量的人有好几个 不可能 地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来吹雪跟赛格斯有着一定的联系 破损的赛大蛇的躯体慢慢的融合 你们这些愚蠢的东西 下等生物 竟然想要反抗我这个人类进化的终点 好好见识一下吧 究极智慧的力量 画面一转 此时的奇遇跟那名带路的怪人 正在搬运石块 想要把弗莱斯搞出来 顺带一提 这名怪人是一名女性怪人 搬着搬着 奇遇的肚子饿了 少废话呀 别停下手头的工作好不好 来 这样就感觉不到空腹感了 只见怪人收紧了自己的裤腰带 腰部变得非常的细小 奇遇吐槽道 真是不能理解怪人的思考方式 刚刚说完 奇遇的肚子就大叫了起来 咕噜噜噜噜噜噜 瞬间奇遇也勒紧了裤腰带 好像的确不怎么饿了 太强大了 居然在这种情况下 能得到纠集的智慧 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嘛 能不能别把我算上 奇遇怪人一边搬运着石头 一边讨论着回去吃点什么好 弗莱斯还被压在石块的当中 这种情况不被人看到 真是太好了 赛大蛇口中一发巨大的光波 再次朝着龙卷发射 龙卷这个时候 正在拉其他S级英雄出来 杰诺斯来到了龙卷的面前 双手张开 自己的胸部正是核心的位置 胸部一发螺旋光波发射 真螺旋焚烧炮 巨大的螺旋光波 中间还包裹着光波 跟赛大蛇的光波 猛烈的撞在了一起 什么 想正面压制住我吗 强大的真螺旋焚烧炮 一直跟赛大蛇的光波僵持着 直接把赛大蛇的光波封散了 正当龙卷有些惊讶的时候 快点 龙卷 龙卷赶忙把这些S级的英雄拉了出来 三剑克 居和鞍好像没有出来 铜地 甜心甲面 黑光 吹雪 帮鼓 帮普 都被拉了出来 但是杰诺斯的焚烧炮 已经到了极限 虽然只有仅仅的10秒钟 但是也让龙卷有些震惊的力量 杰诺斯浑身冒烟 雷电外放 很显然是不行了 但是成功阻止了赛大蛇的这一次的光波 只能用一次的骗人把戏 互盾也没有了 是时候 结束了 紧接着 第二发超大的光波 朝着杰诺斯 龙卷 发射 光波马上就要攻击到杰诺斯的时候 居然停在了原地 就算赛大蛇再怎么加大输出 光波 就是不前进一步 杰诺斯的背后 龙卷支撑着杰诺斯 双手张开 很显然 阻止光波前进的 正是龙卷 此时的杰诺斯双手通红 胸口已经烧毁 看来 在真螺旋焚烧炮使用过后 杰诺斯已经几乎接近暴飞的状态 生命都有可能会有危险 终于注意到我这边了吗 你干得很好 魔鬼改造人 又不是为了你 好了 你叫做赛克斯是吧 只见龙卷一手拖着杰诺斯 一手向上一挥 赛克斯的光波就改变了方向 你刚才 好像说 什么来着的吧 龙卷双手展开 很显然已经施展了超能力 赛大蛇冷汗直冒 发现自己一根手指都动不了 要把我妹妹怎么样来着 龙卷脸色阴沉 赛大蛇内心的恐惧 已经流露到了表面 吹雪此时也冷汗直冒 仿佛感觉到了什么 姐姐的集中力增加了 姐姐要动真格了 邦谷看着上空 风云变色 本来已经灰暗的天空 仿佛变得更加的灰暗 这超能力 生不见底啊 赛大蛇的身体裂开 这难道刚刚都不是真实的实力吗 可恶 这个怪物 龙卷双手慢慢靠拢 双手上下摆放 慢慢握紧 此时在英雄协会观察战斗的人员发现 贼士的地图怎么发生了扭曲 是显示器坏了吗 当龙卷双手都变成握拳 整个贼士全部都被扭曲 一圈一圈 仿佛是漩涡一般 地面 海水 都被这个漩涡带动 这个漩涡的中心 正是赛大蛇 以及怪人协会 赛大蛇连着怪人协会的建筑 再一次被扭成了麻花状 赛大蛇的根部 也出血了 只见怪人协会周边无数鲜血碰出 山崩地裂 哪还有当初尘世的样子 当妈不吸了太多的水 就要好好地拧一拧 赛大蛇的血 仿佛雨点一般 下在了为室 这一次赛大蛇真的死了吗 龙卷的超能力 真的生不见底 仅仅是双手握拳 直接改变了贼士的地心 如果贼士会说话的话 会不会大叫着 龙卷 你不要过来啊 虽然S级全部被救出来 但是也有没有出来的 居和安跟江世南 目前就没有看见身影 其实前几话雨衣就想说了 划分是真的好 赛克斯就算变成了赛大蛇 也是真的美 我是雨衣 一拳超人的剧情 我们下期 再见